共事凤山第七选区四抢一 最受到关注的依旧是蓝绿阵营 徐志杰 忠一众分别根据自身的优势 吸引选区民众的认同 忠一众主打年轻牌 徐志杰则是以政绩来说服中间选民 我希望可以让年轻人减少 大家在生活上面的压力 只要年轻人的压力减少 长辈的压力也会减少 孩子的压力也会减少 高雄中城 凤山中城 我们凤山魏维营 未来是高雄是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地方 我自己都觉得相当的棒 包括他地下街的连接 这些都是凤山中城的一部分 已经连任三届挑战四连霸的立委 徐志杰面临南营客家子弟 忠一众的挑战 加上凤山区有四分之一的客家人 也让客家政策成了忠一众的主打方向 发现我的对手 突然在选举前开始讲客家话 突然在选举前唱客家歌 突然在选举前提出 要修改客家基本法 我想这么多的突然 就看得出来过去 他对于客家这一块 并没有真的很用心 我一直主张 我们客家话的传承 可以透过音乐的方式 而且这个音乐是流行音乐 把它变成一种流行 不过立委许志杰也提出反驳 除了证明自己长期 对于客家政策的重视 更指责对方根本就是 趁年轻干坏事 这个就是骗嘛 所以年纪轻轻 不好好做事 然后只会抹黑 只会骗 所以我认为他就是趁年轻干坏事 而不是趁年轻干大事 除了拿出政绩来澄清自己 许志杰更以三井招商的实际成绩 与带嘲讽来打脸对手 那今天终于众竟然说 这是韩国瑜的政绩 说我是哥道 你看人会觉得说 你明明知道 你不是不知道 你明明知道这不是韩国瑜做的 你还要硬凹是韩国瑜做的来 混淆事情来呼隆选民 这也是骗 怎么年纪轻轻 就只学会骗 告示凤山第七选区血型激烈 也让蓝绿两方陷入游战 如今投票日越来越近 双方都期待 透过最后的冲刺来赢得胜选 记者庄淑婷 郑光沛 高雄报道 大家来欢迎